大家好,我是五仔 又跟大家說一下相學 我們的相學 又混合佛學來講 所以都很受大家歡迎 多謝你們的like 多謝你們喜歡五仔佛禪這個節目 是 今天會講 因為經常講一些壞事 我們又講過 黑夫、旺夫 又講過是不是大洗 又有那些 死於非命 那些全部都不太好 我們今天看看那個人有沒有福相 一眼看得出 最有福氣的相貌 有幾個地方是 風滿 風滿 一聽到這兩個字就想到身材 何太太就夠風滿了 你覺得他有福氣嗎 福氣 不是 F-U-C-K 那麼串 F-O-O-K 所以 應該 不知道 說不得 說不得 在這個節目 我就會比較慎然一點 比較慎然一點 說不得 可白有沒有福氣 我看他 真的差一點 桃花運 桃花運 我也不覺得他有福氣 桃花劫 有他的福氣 錢恩女人 財運 桃花 那個 好像是假桃花 所以就好像差一點 這兩個都不太好 怎麼才叫有福氣 稍後慢慢和他討論 回應一下網友的問題 有些 都問到五仔外表的東西 先說說有人問 我五仔的眉是否收過做過的 這麼帥 我的眉 我的眉本身就是這樣 有些位 有飄過少少 好少 補一點點色 如果我的眉 走去畫 就是現在這樣 飄了就不用畫 每天很煩 就飄過一下 但本身我的眉毛很多 今天說腹相 和眉也很有關係 稍後再跟大家說多一點 有人說 五仔的笑聲越來越像 薩古佬 薩古佬 你們上網看就知道 一個宗教領袖 一個印度儒家士 其實那個老伯 很厲害 很厲害 不止笑聲很像 我覺得我的樣子跟他越來越像 其實如果我留了一些鬍子 基本上我的鬍子都白了 可能是白了一半的 就說張智琳白了 我都差不多白了一半 我都剃了一半 你不覺得 如果我留了一些鬍子 跟他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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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的樣子 有八九成 是的 都是有些印度血統 他整個印度 我就有些 但我的樣子 很像那些 眼睫無有效 都不要緊 我都沒什麼所謂 另外有人說 我是否 妒忌 李居明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段影片 說過李居明 算錯了什麼 然後 然後 我是否妒忌 無中生有 說李居明一些東西 那段影片不是 吳仔說的 那段影片是飛龍說的 你說他是否無中生有 我們在網上找過的資料 不是無中生有 是網上的資料搜集 你說我會妒忌他 我妒忌他高 還是他年輕 妒忌他有錢 他是有錢的 那我都不是窮 那我為什麼會妒忌他 有什麼好妒忌呢 都是有什麼說什麼 但那段影片其實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就是飛龍做的 另外有人問 他說 他想敢照護法神 他問念金剛經行不行 那麼沒信心就不行 你有信心就行 你有信心就行 念聖經也行 玫瑰經也行 可蘭經也行 四書五經也行 你問行不行 我唸金剛經行不行 不行 你問就不行 你沒有信心 我們的信念很重要 敢照護法神 做好事 你怎麼唸法 唸到 好像 鬼吃泥 還是 唸到字字腔腔腔 懂得解 為什麼 唸得好土地 有 有些 高靈 我唸到字腔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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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腔 好 不過若師佛心就 連床膝也沒有了 試過兩次 萬事萬靈 另外 有人問五仔 如果在職場上 經常遇到的態度不好 溝通得不太好的上司 每次發生事都自己心念 就想生氣了 覺得自己很屈結 硬吃了上司的脾氣 是不是真的要修忍辱呢 請次教 如果你說經常 如果我次教 我首先 叫你檢討自己的辦事能力 如果你是聰明 上司就不會對你有這種態度 上司其實 都是點下屬做事 你做完他的份 他沒有了你就不行 如果每次被人罵 首先你生氣 你也是正常的 人正常會生氣 但是反省自己的工作能力 但是硬吃他的脾氣 又是把自己的角色 演得太投入 學乎是無我的 無我的境界就很深 做不做到呢 從小到大 你爸爸媽媽給你一個名字 給你一個性別 告訴你 你是人 是 哪裏地方的人 然後 給了很多標籤 無我的 無我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 尤其是打工仔 你可以做到無我基本上都不用打工 甚至都未必需要在這個社會裡打滾 我都未做到無我 我都不需要在這個社會裡打滾 是 我都未做到 做不到 不會說做不到的 就是間中 時靈時不靈那種 你一無我 沒有了我 我撿呢 根本上是誰罵你呢 你是什麼來的 你沒有東西來的 You are nothing 根本我都不存在 我都是暫時存在的 他不斷地演變 我小時候被老師罵 那個我又是嗎 有些人說 我罵完我現在還記住 二十多年前 那你就苦了 相當苦 真的沒有福氣 學佛就是活在當下 那你說 我經常被上司罵 你現在在家睡覺 他在床上聽吳仔說話 你現在有沒有被上司罵 已經是過去了 你不是活在當下 你一定是苦的 所以佛學說 活在當下 活好當下 你的心在過去未來 都是苦的 另外一件事 反省自己 那個能力 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就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那時候明仔問我 你看你做這麼多年 演員有沒有被導演罵過 我一次都沒有 我覺得 我自己說 我凌駕於他們 有些人說 很自大 自信 你這個人沒有自信 你出來做事 不是被別人 做到他沒有你 是不行的 我自然就 看誰給誰 就是 誰給誰受 另外有網友 就 將我護法神的影片 分享了出去 他說 多行不已必自閉 只顧待之 若大家可以 不止罵 業債還是由你還 都是 自己做什麼 自己受犯 恩果力 很明白 我們去今天的主題 講 福氣 面相 其實你知不知 你有沒有福相 一眼看得出 怎麼看 今天就告訴你 相貌 由兩個 部分組成 一 就是外在的 身體特徵 第二 是你內在的 精神世界 有諸內 形於外 如果你一個人是生氣 你的樣子 不會很 和海可親 如果你一個人很和海可親 內心 你的樣子 怎麼都不會很生氣 除非你是一個超級演員 你扮了樣子出來 其實裡面沒有東西 而我可以裡面很有東西 但扮出來完全沒有東西 我不是說自己超級演員 我知道什麼是演技 但是正常人來說 喜怒就贏於色 外貌和精神世界 構成一個人整體的 相貌 前者就是驅學 後者 是靈魂 兩者合一 就是一個人 一個真真正正 完完全全的人 所以我們評論一個人相貌好還是不好 我們看到一個學 其實 懂得看的 根本就是看裡面的人 是一個什麼人 生得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 另一件事 精神觀念 行不行 會不會三觀不正 會不會歪來歪斜 會不會裡面經常牟著人家的身家 會不會裡面經常牟著人家的肉體 因為是錢人家的女人 基本上是煩惱的 基本上是這兩樣 錢人女人可以令你 慶勝 可以令你 失去了常性 你看到 這個很大的人版 所以如果你精神世界裡面不行 你的樣子都不方便好得去哪裡 外表 就是外表 相貌就是相貌 其實不是完全一樣 相貌 是一個組合 整個人 如果一個組合出來 除了他生得漂亮 他的神是正的 這些才叫做有福氣 兩個字 風滿 就是想 女人風滿 很棒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當中有什麼傲備呢 你試一下回憶一下 你閉上眼睛回憶一下 在佛教裡面 佛菩薩的形象 無論是雕塑還是一些 畫作 你會不會覺得他的相其實是圓滑滑的 很圓滑的 不會凹下去 我上次有一次講相不是說周柏豪的臉 凹下去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懂得看我沒可能覺得這是好相 圓滑的相 風滿的相 給人一種寧靜 長和的感覺 具體來說 其實佛菩薩的 雕刻出來的特徵 基本上 大幅上來 你看到有些人 像佛一樣 像觀音 那些人 沒得定 眼 又大又清澈 最重要是看到眼 眼是靈魂之槍 你看到 菩薩的雕像 似笑又非笑 那雙眼 就是 兩分開 八分合 什麼意思 兩分觀世界 八分觀自在 內 就經常擦覺自己的內心 所以有些網友 在這裡說 他說 有個上司 罵我 經常罵我 我現在這樣 感覺到自己 不開心 我生氣 這樣是不是不好 自教 其實你已經很聰明了 生氣就生氣 生氣就說粗口 生氣就回家屈 生氣就回去發脾氣 屈住屈住 然後被情緒帶著 走到天台 然後這樣又那樣 當你認識 八分觀自在 兩分觀世間 你已經是一個 不簡單的人 若有人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對眼 黑白分明 木獸神清 這些人 意志堅定 識大體 不會胡亂妄為 處事有條理 好像菩薩給人的印象 那個面相 性格 很簡單 又很善良 天生就有福氣 第二 講一條眉 兩眉入奔 厲害 菩薩通常 慈眉善目 其實眉長是好東西 被人和可親 眉毛 好像那個 有些是彎 有些是直 但是 有一個形容 叫做 非眉入奔 奔 即是滴水 沒那麼誇張 去到滴水的位置 沒那麼長 但你在正面看到 他 跟滴水的位置 就差不多 這條眉毛 這麼長 這些就是福相 眼神平和 這些福禄相傳之人 在上學來說 眉毛 都可以看到一個人長不長命 短不短命 長眉者 就是吉相 這些眉相 又 性情溫和 又善良 又有兄弟緣 家人又和睦 婚姻又美滿 對人做錯事 都有一種 寬宏的態度 會寬恕別人 接著說封門 耳豬 垂豬 耳大 耳仔要夠大 耳豬要有 大耳 我經常說 劉德華是不是大耳牛 很大耳 耳豬很多 耳豬都很垂 我不是很垂 現在叫有一點點 那麼多耳豬 以前 真的有空 沒有 希望年紀大一點 再大一點 你看佛菩薩 很明顯 面相特徵 一對佛耳 耳豬是很厚大的 這些相 運勢也好 不止旺人 旺自己 我經常說Ivan Sir那對佛耳 他旺呀 你認識他 你也有運行 他也不知給我多少錢 我一定有七位數字 Ivan Sir幫我賺 一定有 他的福氣 有佛耳的人可以傳給其他人 這些本身有福之人 我經常說做Ivan Sir的兒子就發達 一出生就退休 他自己19份保險 兒子出生又買一份保險 真的很厲害 真是發達 健康運 事業運 金錢運 也挺好 也挺好 耳豬大 一生就順 甚至 生活也令人羨慕 面相理論 耳兒子 叫採聽公 這個垂豬口大的人做事謹慎 深思細密 做事井井有條令人放心 第四 如果要說風滿 就到下巴 下巴風滿 小小 兜向前向上 兩筛也不要太薄 有些人 弄到面子三角形 那些是糟糕的 有些人的臉 荒是不是特別好 荒比宅 有些人亂說 你看看那個女人的臉 又荒 又這樣 不好 不是的 荒是好東西 其實 荒面上 女人 你說好就行 不好就行 為什麼這樣說 好在 就是 自己肯做也有飯吃 不好在就是 響不到呼覆 老公好 你為什麼要做 你明白嗎 老公給你錢 你為什麼要做 方便就是要自己做 下手下腳做 這樣 兩筛不薄 就好 你看 菩薩面相其中之一 下巴 那個也是很豐滿 那裡叫地國 地國也是說晚運福氣 又是好的 如果下巴闊口 那你這個已經看到 自己本身不用死於非命 英年早逝 如果下巴好 是不是 不過都兩體 我之前的朋友 我40歲死了 其實他下巴很豐滿 不過他沒有辦法 他真的是壞人 騙人就是騙人 他 心 壞 傷又不錯 但因為他真的搞壞了自己的運 是的 所以 如果下巴闊口 那些人 他人是壞的 但是 他有另一件事 是挺好的 感覺上很樂於助人 好像很肯幫助人 但是到了某些位 別人相信他之後 就騙人 所以 覆相也會被自己搞壞 你不要只看相 要看心 恰恰闊 比較容易有好的感情 晚年也是 福壽俱全 指孝宣言 老來 又會 多錢 多田窄 又會多 這個 總之多錢 是 另外 鼻樑 要夠直 夠正 我每次說鼻樑 被Miss 包正 有多少人說要找Miss 又一整 又一塊 鼻樑要夠正 鼻孔 很少說鼻孔 只是那些人說 看到 看到鼻孔又如何 鼻孔要夠深 是 鼻樑正 鼻孔深 因為鼻是財伯公 代表財富 鼻看到一個人做事的風格 運勢也看到 鼻樑夠直 夠正 鼻孔要夠深 這些都是菩薩相 你看到它不會直不甩 好像日本漫畫公仔 只有三角形 沒有鼻孔 沒有鼻孔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是的 要有的 正常的 要對比例的 如果鼻孔這樣刺得漂亮 是非分明 責任感強 做事有耐性 對未來目標明確 前途光明 有這些面相 財運亨通 還會是家山髮那種 一個漂亮鼻孔很重要 不過我又可以告訴你 我見過一個人 做臨時演員 跟成龍一樣 一模一樣 髮型 面型的鼻孔 可以說是有九十幾個百分比 為什麼那個做臨時演員 那個跑去做大明星 當然了 成龍除了腹上之外 他也很肯去搏 他可以 一剃 他做一件事 他說你也可以 有些人說 他做的事情那麼難 他說你也可以 你夠膽就可以了 他試過 打一把線 用一把線打功夫 成龍 他拍歐巴線回來回力地接回 很漂亮的動作做得很漂亮 他說一句 你也可以 為什麼可以 我剃了一百零九次 才能做到這一次 你行不行 如果你去做KFan 就不行了 如果你肯去搏 你去做武師 你會做成龍替身 你可以做成龍第二 喂 像劉德華那個 在大陸也賺過千萬一年 像成龍 怎會不行 是不是 你擺錯了位 你那樣東西不是 擺錯了位就變成垃圾了 就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說那個職業是垃圾 我比喻給你聽 就像一個電腦一樣 你擺在這裡有網絡 當然是電腦 你擺在非洲一個部落 那裡要芝麻過來 打獵的 那你用電腦來把鬼 又沒有電 那個地方 就是你要擺在對的位置 剛才說過 幼直 鼻孔心的人越老越富貴 菩薩 這些豐滿的面型 他不單只是一種 藝術 或者一種美學 他本身 是有一些精神哲學 理念在裡面 無論是外表和內在 他會做到整個形 佛菩薩是一個相當豐滿的 形神 現在這個世界 其實就以廟條 做這個美學的主流 減肥 大家都 很熱衝一下 男女老少也減 減到很瘦 瘦到見骨 尤其是女生的腳 就要像筷子一樣 兩支竹才說是漂亮的 甚至還說 A4指腰 反手摸吐匙 那些東西 越瘦越過癮 越威 網紅越來越漂亮 他覺得這樣叫漂亮 瘦是不是好 瘦 現在的審美標準是 但是 真真正正 漂亮要有福才行 你漂亮得來 過了一個電話的 P圖 在IG上出了照片才叫漂亮 出來不是那樣的 自己騙自己 真正的漂亮 不是瘦骨輪迅 真正的漂亮是 體態要豐滿 有肉的 你想想哪個動物瘦的 是漂亮的 沒有的吧 野豹的都是有線條有肌肉 瘦骨的就是病了 病了 病雞 是不是 看到肋骨的狗 很肉酸 人也說這樣叫做漂亮 病態美的 病態 你一個人豐滿 首先一件事 起碼是健康 不是說肥 你弄清楚這件事 肥和豐滿是兩件事 你代表你的 消化系統很好 吃下去吸收到 你這個人豐滿 你這個人豐滿 但不是一塊塊米之年 大肚腩的不是那種 有肉的 不要那麼瘦 人最重要是有健康 有健康 有錢 沒有健康 沒有命 你講了健康 然後就講美不美 現在的審美就是K形 很多人覺得美 其實 節食 減肥 減肥 扣喉 想嘔吐 最終看磅數 就不會看肌肉分佈 身材比例 完全不會 搞到很多人 有個網友 昨天跟我說 姐姐最好瘦 瘦一年和漂亮一年 就 死而無憾 真的 阿里陀佛 太胖也會有很多病 所以我們不是要胖 不是要瘦 要對 對 好 太瘦 怎麼會漂亮呢 太瘦其實很容易沒命 很多醫學雜誌告訴你 人太瘦 英年早逝的風險甚至比肥的更高 會有很多東西 不是被風吹動 被車撞一撞斷骨 有很多東西 他太瘦一定有問題 他吃了一些東西不吸收 或者他裡面可能有 有些東西吃了 他的熱量 真的 有些要掩驗的 我最喜歡去驗自己身體 有沒有健康 我去吃東西 粗肌肉 我脹 代表我消化系統 相當不錯 如果你說吃了很多東西都繼續瘦下去 一定要看醫生 一定是裡面有東西壞了 所以 你的身材各樣 要剛剛好 但是最好是偏向風滿 是 其實你不需要 去用一些 金銀珠寶來粉飾你自己漂亮不漂亮 其實人很重要 用健康 去武裝自己的身體 與其你覺得苗條那些叫做漂亮 不如 個人很豐滿 有一副強健的體魄 做事有精神的 有健康的 那你就真的知道什麼叫做福氣 是吧 那 人要像學佛一樣 知道什麼叫做中庸之道 剛剛好 不會說偏一邊 是要剛剛好 所以 你是一個有福之人 你本身就是要懂得 管理自己的日常 三餐 也是剛剛好 吃東西也剛剛好 睡覺也剛剛好 養好身體 不需要 做一些極端的手法 去搞自己的體重 那你 貪美呢 其實每個人都貪美 但如果皮包骨 搞到一個人好像病 楚楚可憐 一定是沒有福氣的 這是精神狀態 有福氣 面色紅潤 體態風型 這些是真真正正的 人到中年 最好的狀態就是這一種 如果身體太單薄 在中年的時候 根本上 連氣場也沒有 撐不住一個人的氣場 走出來 以前的官員 那條腰帶 不是很粗的 他要虎背紅腰 無論你是將軍 或者是一個民官 你一定是有個勢 那人要有個勢走出來 就是這樣說 拿一個城中有錢人來做的例子 幾個 蔡蘭以前也肥一點 他瘦了之後 整個人的狀態 就倒進去 另外還有 大樓 大樓以前脹肥 你不會覺得他霸氣 各樣的精氣神 是厲害很多 現在瘦了 是的 他健康了 但是 不是叫你 不健康那種 肥 你這個人如果要有氣場 你要有尺寸 人就要保持住 其實那個狀態就好 因為太多人認為 女人 無論是 結婚還是沒有結婚 或者男人 怎樣各樣 有些男人減到 好像有八塊腹肌 很乾水 瘦到好像皮包骨 我認識很多模特兒 男女都是這樣 其實那些模特兒 你看到他的身上 其實他的身上 刮沙也沒有錢 哈哈哈哈 男女都是 反而有時候 你看到老闆 肥嘟嘟 那樣 每個人的錢 多到用不完 你看 這些 好像說 美學的美字 就是個羊字 加個大字 一隻很大 很健壯的羊 就是一個很漂亮 養出來的肥羊 美麗的美字 把美字放在人身上 他又不是鼓勵人太過 簽售 否則你的福氣就沒有了 年輕人喜歡鬥瘦 甚至要瘦到見骨 鬥骨頭 你老了就會明白 其實這樣 是 你認識官人 你就知道 唉 這樣皮包骨 真是可憐 沒有飽飯吃 真是 這樣 但有些人 其實好像郭富城那樣 有時候很瘦 之前 維持得很瘦 演唱會 他是辛苦命的 他就算很有錢 他也是辛苦命的 是啊 有些人很福相 福氣 呃 站在這裏 做些事沒有他那麼辛苦 都可能賺錢多於他 但是 郭富城那些 就要跑跑跳跳 其實他的相 他的相也很漂亮 他的五官也很漂亮 但是你看他的下巴 那個腮骨 你就知道 他要動 現在就叫運動員那種 以前就要打仗 咬緊牙關 所以人呢 之所以美 之所以有福的人 就不是說 什麼的 就是說整個狀態 挺好的 賬福福 周運發以前也是的 賬福福 好像很有氣場 很有福氣 最好運的時候 賭神的時候 也是賬福福的 是不是 不過 以前的人 因為窮的 經常都沒有飽飯吃 餓得很淪昏 臉色又很黃 所以這個就會認為一定是個衰相 而有錢人 不受衣食 一定是 有個臉色紅潤的福相 所以以前就很分明 窮人就是收款 有錢人就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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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 現在就 有錢的也跑去減肥 窮人也跑去吃到痴肥 比較難看 但也看到的 剛才剛才我剛才說的 五官 狀態 你也會看到的 所以 還有一件事 寬 要人夠橫 肩膀也很重要 越橫越好 男人也是 女人 有肩膀比沒有肩膀 有人說薛凱琪的頸長 他不只是頸長 他是A字膀 A字膀的問題是因為他沒有肩膀 肩膀就是肩膀沒有放在後面 他的架撐不起 他就凸出了頸 其實他的頸不是那麼長 他沒有人教肩膀 把肩膀向後擺 他的樣子不是不漂亮 他的身上不漂亮 其實他可以更漂亮 他可以更漂亮 沒有人教他 他有沒有做運動 很簡單 手好像十字一樣 也是MISS教的 巴骨的MISS教 手十字一樣 手頬向後擺 整個人 胸 整個人反起了 整個身上的美得不得了 是啊 所以 你有沒有運氣 有沒有福氣 看看有沒有人教育你 學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放在學校 如果被人認識了 真的是不得了 什麼不得了 每個人都是這樣 世界就很難分高低 如果你說每個人都 那麼厲害 世界就 那怎麼辦 更加難成功 如果每個人都認識 所以我說 現在人們說這個世界很苦 又不積極 你有這種心態 就真的沒有福氣 因為這個世界很容易成功 因為太多人 不知道 這是冷知識 我覺得做人一定要學 其實你問很多成功人士 在說什麼氣場 複上 他們就去看 磅瑜 那些風水師 養過風水師 他們一定是知道 不過你讀書 老師沒有教你 為什麼 老師都不懂 懂他不用教書 但有些老師都不錯 有些上福氣都不錯 起碼不是誤人子弟 誤人子弟有個上 我也是 又是很鱗殷 眼神都衰衰 什麼人都有 在學校是一個大社會 不是說 那個 那個 的崗位 一定是一個好人 但是也要尊重他 尊重他 你大過才懂得分 有時候 小過不懂 一味反叛 但是 如果這樣說 很容易貌取人 經常教人 叫人不要義貌取人 但是社會本身是義貌取人 你本身就算人 人都是動物 很簡單 一個美女會貼上去 一個不漂亮的男女 你也會走開一點 這是很基本 但是人不要義貌取人 其實這個心態也很好 不要義貌取人 但是 義貌取多少行不行 覺得自己的狀態做得不夠好 就從今天開始做好一點 當然 不是說亂吃 吃很多 飯吃到自己很豐滿 有一個鍛鍊 吃一些很有益的東西 經常有人問我吃什麼 我沒有了 我脫完 好像 我今天下午 吃得不夠蔬菜 很厲害 拿些西蘭花 菠蘿 不知道有什麼水果 打一杯 豆奶 打到綠色 有多少葉綠素 營養得不得了 就在日本按一按機 就有這些東西喝了 要用營養去令自己豐滿 不是說 喝肥豬油 弄得自己豐滿 就算是 血管是塞掉的 都是要命的 所以一個健康 這樣去長肉 就不是說 亂吃東西 增肥 有些人 拼命吃雞腿雞翼 吃曲奇餅 生到滿面暗瘡 有你粉 福氣 熱氣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明白 什麼叫福相 大家都相貌堂堂的時候 這個世界 為什麼呢 其實都 會和平一點 沒有那麼多紛爭 因為如果你的人不好運的時候 你就打算去爭奪搶別人的東西 有福氣 就代表你的心地好 社會就自然好一點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佛禪 拜拜